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人类关系密切的菌类有食用菌和药用菌两大类型 食用菌的种类很多是餐桌上常见的美味佳肴 而药用菌也有很多种类多为名贵的中药 食用菌是指子食体硕大可供食用的序类 中国已知的食用菌有350多种 常见的有香菇 草菇 木耳 银耳 猴头 竹孙 松茸 口膜 红膜和牛肝菌等等很多种类 而药用菌 狭义的药用菌是指用于医药的大型真菌序类 野生的有冬虫下草 蝉花 雷丸 安洛皮散等 目前人工栽培的有灵芝 福灵 猪灵 桑黄 木耳 云枝等等 食用菌 药用菌 有野生的也都有人工栽培的 自然界中尚有许多不同种类不同特点的野生类菌类 如图A这个蘑菇色彩鲜艳形态非常漂亮 而图B这个蘑菇可产生荧光 野生蘑菌中有些也可以为食用药用菌 但有些则为有毒的蘑菇 因为这些蘑菇中含有真菌毒素 我国毒蘑菇的种类约100多种 引起人类严重中毒的有十余种 分布非常广泛 下面的两个图就是两种有毒的蘑菇 我国每年都有蘑菇中毒事件发生 以春夏季为多届 肠之人死亡 2001年9月1日 江西省永修县有1000多人中毒 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毒蘑菇中毒事件 引起此次中毒的是一种叫灰花纹鹅高菌 其毒素为环泛类化合物 对肝脏和肾脏有强烈的毒性作用 这个图就是灰花纹鹅高菌 有毒蘑菇的毒素种类众多 有的一种蘑菇可含有多种毒素 有的一种毒素可存在于多种蘑菇中 其中毒性较强的蘑菇毒素主要有 鹅高菇泰类毒素也叫毒泰 毒散泰 为肝肾损伤类毒素 鹅高毒鹰碱主要是神经精神类毒素 光钙散素是神经精神类毒素 鹅花毒素是一种溶血型毒素 奥莱毒素是一种作用缓慢 但能致死的毒素 按中毒的症状可分为六个临床类型 第一种是胃肠型 主要表现为呕吐或腐泻等消化造症状 育后脚好 死亡很少 第二种是神经精神型 中毒症状可分为神经兴奋 神经抑制 精神错乱 以及各种幻觉反应 一般可在短时间内随毒性消失而恢复正常 三 溶血类毒素 可能因肝脏肾脏功能的严重受损 及心理衰竭而导致死亡 第四种类型是肝脏损害型 主要损害肝功能 死亡率高达90%到100% 第五种是呼吸与循环衰竭型 主要引起呼吸与循环衰竭 死亡率很高 第六种是光过敏性脾炎型 毒素为光敏感物质普林类 引起光过敏性脾炎 下面给大家讲一个蘑菇中毒的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因为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我自己 故事发生在1983年的夏天 那个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 在秦岭山深处的一家医院里做儿科医生 那年夏天秦岭山的雨水特别丰沛 所以山里的野蘑菇长得非常旺盛 周围的农民经常采些蘑菇 到我们医院的农贸市场去售卖 有一天我看到一位农民就卖这种白色的蘑菇 看起来肉感十足 觉得一定非常好吃 刚好那天单位里卖肉 于是就买了些蘑菇 做了一道红烧肉烧蘑菇 在那个年代物质还是比较匮乏的 所以蘑菇烧肉是一道非常鲜美的美味真凶 晚饭过后不久我就觉得有点头疼 又过了一会儿就开始出现剧烈的呕吐 一直持续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停止 后来听说这是蘑菇中毒引起的 因为那天夜里还有其他 与我症状相同的人前来就诊 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只是出现了一些未肠道的症状 而且很快就恢复了 那年夏天我们那儿来了一支地质勘探队 勘探秦岭山里面的矿藏 因为这些人整天在山里工作 所以可以采到很多的野蘑菇 由于他们并不认识哪种蘑菇是能够食用的 哪种蘑菇是有毒的 所以那个夏天发生了六七起蘑菇中毒事件 来我们医院进行救治 其中最不幸的当属一个八岁的男孩 那天他们邻居采了一些蘑菇 邀请这个男孩到他们家里吃红烧肉烧蘑菇 结果这家人和这个男孩都出现了蘑菇中毒症状 其他人经抢救后都脱离危险 而这个男孩却不治身亡 最后强调一下 要避免中毒事件的发生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自行采摘野生蘑菇吃 切记野蘑菇有风险不要随便吃 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感谢 感谢